大家好,这是小林,好久好久不见 今天又来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人像教程 我已经把目录写好了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首先还是从这个打形开始 如果不太懂我这边在干什么的 可以看一下右下角的视频哦 就是从一个把人体先 整个结构先把握清楚了 比例是对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在结构线的基础上再去找具体的形 就会辅助你 帮助你检查自己画的人像 是不是位置都是正确的 然后去卡一些非常重要的点 比如说脸的侧边的边线 它应该是多宽 然后具体还没有细化 然后新建涂层 把底下这个透明度稍微缩小一些 不要影响自己的视觉 接着就开始细化草稿 细化草稿的时候也是 一样的眉毛定型 但是这里重要的就是 找的形状还有一点是阴影的形状 就比如说我把这个 眼角那块的 窝进去的眼阔的那个阴影也画了出来 包括右边整个形状 要非常的清晰 眼珠的形状在哪里等等 即使所有五官都不会找的特别明确 也就是说你不会特别像这个照片 但是你的人的比例是没有问题的 在整体大概看来它就是没有问题 而且我有一直强调 大家不要做一台复印记 不要照片里有什么你就画什么 因为画画本身就是一个 对事物美化的过程 也是一种脑子对视觉的一些处理吧 这里从头发开始画 头发就是刚刚的第三条线 那个额头那条线 把它揪揪 那就是刘海的地方 然后再定一个头顶 这样你就清晰你的头发的 头发的方向是哪里 就是它是一个那样扩散出去的 然后接着把一些 剩余的地方勾勒一下 进行到铺色环节 铺色环节就是新建一个涂层 这里教大家两根手指清触涂层 左右滑动可以调整它的透明度 就直接清触一下就好了 选择铺色笔刷 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为什么你的颜色会盖住线稿 就你直接涂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只要把颜色往下面移 它就不会来 然后我们先把颜色铺满 整个脸可能要稍稍往上画一点 就是额头那块 遮住头发没有关系 因为头发在前面 所以我会新建涂层 在第一面铺色的时候 这种边角还是要挺注意的 是手画的 手画完以后 你调一下冷暖度 我这边会选一个偏冷的 两根手指滑动图层 打开α锁定 找一个笔刷 然后看这个颜色 右上角两个颜色 左边那个是你现有的颜色 右边那个是你要调的那个颜色 为什么要有这两个颜色呢 Procreate出来的这个功能 就是让大家进行对比 你要在右上角看到这两个颜色 和谐以后 你才能去用这个颜色 我会 这幅画我会用很多次这样的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 就是养成一种习惯 在选颜色的时候 用吸色工具 先吸一下 然后点击右边 先点击右边那个颜色 然后再去找这个颜色 看右上角两个颜色 是否融合在一起 如果能融合在一起 就是看起来和谐的话 它在画面上面才会是和谐的 就比如说我想找一个冷 就是冷色 比如说这里是紫色 然后我就会去 看右上角合不合适 再轻轻的给自己的暗部铺一下 主要是丰富画面的颜色 可以看到很多 大就是大佬们 他们在画画的时候 为什么画面上那么多颜色 那么精彩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 视觉舒适的区域 就颜色看似舒适的情况下 去增加那些细节 就是用这种方法 接着我再给暗部做纯色 因为我经常有说 人要是想要透一点的话 就是最好是越画越纯 就是那个颜色是往纯的走的 第一遍铺的时候是灰色的 或者亮部大概是灰色的 像这种小的 你在涂抹的时候 就不能用那么大的笔刷 就会刚刚整个偏移了 用小的笔刷去处理这些细节 然后脖子这边就把笔刷放大 这也有一个涂抹笔刷大小问题 接着会开始细化这个五官 因为我这次画的是一个 我觉得相对于大家比较好接受的 一个精致一点的欧美人像 所以这边就直接进入 不是那种厚图 厚图的话可能是需要块面 去组成这些线 但是如果是这种的 就是直接只要把结构掌握清楚 比如说眼角别落下 然后下眼瞼的厚度不要落下 眼皮什么的 然后这里用了一下涂抹 就是因为你单纯的去画 那个线的话会太死了 你用涂抹去破开那种不舒适的感觉 让线融合到面里面 所以这一步也是很重要 就是有须有识 有的时候去涂抹一下 只是稍稍过一下 但它感觉就不一样 它会稍稍的把那个线条给运开一点 可以看到照片里面 它的这个小卧残还是挺重的 所以底下只要加深就可以了 到时候再去提亮 你就先按后亮 然后再把它下眼皮 这块上块 上面这个小小的一层提亮 这已经就是怎么说呢 已经很快的出现这个效果了 然后另外一只眼睛也是一样的 只要搞清楚结构 眼睛的结构 这一块你就不会画得特别的不合理 画面首先合理化以后 再去做好看 这是很重要的 下一件这里只要稍微的后期去提亮 就可以发现它很明显 一下就立起来了那块 然后接着用叠色腮红 给眼周附近加一些唇色 看我的那个颜色选择 就是越来越往右边的 就新建了一个涂层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 每画一个步骤的时候 会是去新建一个涂层 因为我不确定这个涂层 我会不会进行涂抹更改之类的 这样的话方便 两个花布不会合在一起 然后确定了以后 我才会对两个花布进行合并 可以理解吗 就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在画这个颜色了 然后出去的地方就把它擦掉 大家也可以用剪辑 剪辑蒙板这些都可以的 然后刘海下面这一个很大块都是阴影 需要用这个方法去 大致的把暗部全部都给铺上 这个饱和度比较高的这个颜色 它里面的颜色就会稍微的更精彩一些 所以现在去看这个画面 它可能有一点略紫 然后暗部也有一点点偏红 这种感觉就比较 怎么说呢 就看起来很舒服 后期你再去涂抹过度的时候 颜色就会变更多了 这块就是脸部结构 颧骨这块稍微给它上一点腮红 然后后面脖子这块 阴影也不能落下 就是整个画面是统一一个步调 都在同一个步骤上面的 接着再回到这个鼻刷 把鼻子接着勾勒一下 鼻子也是要鼻翼和鼻孔 两个点的位置 但这里是有点四分之三侧 所以另外一个鼻孔 其实是看不太见的 所以它是有一个形状在那里 把这个鼻头的形状 用线的方式先概括出来 后期再慢慢的整合到面 整合的方法就是 你看用涂抹去进行 线的一些模糊化 然后接着轻轻的上一点点 它这里的明暗交界线 然后把它运开 后期都会再精致化 所以现在只是把这个五官 都给勾勒出来 接着就新建一个涂层 然后可能准备开始画这个嘴唇 嘴唇的话 注意看我鼻刷的方向 先从中间开始 然后往两边涂 就是运开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开始画眼珠 左上角S 然后右下角椭圆 画一个圆出来 把多余的地方擦掉 这里都是新建涂层 边有点不太实的情况下 你取消以后 就发现有一个边 再把它擦掉就好了 没有关系 然后用S选中它单独 让它单独做一些调整 因为四分之三测 另外一只眼珠的这个 方向还是会有点点奇怪 进行慢慢调整 这里打开了α锁定 对眼睛进行了一个 加暗补的效果 然后再稍稍移动一下 选择这个扭曲 可以发现它是可以四个角角 让它进行一些变化的 就不是等比例放大的那种 这里看看我的图层 都还没有合并 就只有我确定了以后 我才会把它们合并起来 像这种眼珠可以确定就合并了 合并完后再去行建 每做一个步骤的时候 如果自己不是很有把握 就直接新建涂层就好了 然后选一个眼白的颜色 稍稍的把旁边画一下 不是涂满那种 然后笔刷也是那种朦胧的感觉的笔刷 整体缩小发现它还不够暗 就是怎么说眼睛这里还不够出彩 所以你会选择一个稍微暗的笔刷 再回到原来的步骤去加深它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 一遍一遍自我调节的过程 加深它的话 就会跟眼白进行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 而且右边在暗部 它理所当然的这个 可能会稍微的再深一些 但这里也是把最深的地方稍稍的给勾勒一下 然后接着对一些细节处理 比如说这里的眼珠子还不够饱满 然后在眼周旁边加一个形状 眼珠其实画法有很多 不一定要局限于一种 但是我这里所体现的就比较简单 然后接着再去加深这个卧蚕这一块 顺势的就会把 因为边看就边画一个局部的时候 会看到周围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我刚刚虽然在画眼睛 但是慢慢的整个画面是从上往下移的嘛 就那个眼睛 在画部上观察的效果 就会一点点往下走 然后接着开始做这个鼻子的体积处理 它如果是一个光是从左边来的 所以左边其实不需要太多的阴影去 走做那个鼻翼的球状 因为如果正面的话 你就要花时间去把那个鼻翼给弄圆了 这里还是把颧骨那块的平面 亮部给弄了出来 然后接着往下 就整个目光是从上往下走的 然后会用线条去把这个脸周都给勾勒一下 更清晰了 那个形状是什么样的 然后下颗骨 下巴的亮部 一涂完就会去涂抹它 这种时候已经开始细化面部的时候 颜色其实都是在画部上面吸的 然后把线稿打开 就是为了把这个纯中线的位置给找准 合并以后 再进行调整 最重要的是嘴巴的轮廓 还有底下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阴影面 在高光那里 这样一卡 它这个边线一卡 那个高光下巴这块就会圆起来 就是人体一个凸出来的面 你就要让它去有这个亮部 只有凸面才会受到光的照嘛 才会受到光照嘛 包括鼻子凸起来的地方 然后下巴也是圆起来的地方 然后再对这个下嘴唇进行一定的描边 边的颜色会稍微的纯一些些 然后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小的亮面 照片它如果你已经到这个步骤的话 照片对你的影响 其实就是一个光的 看光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你没有一个真实的模特在你眼前 你不知道真实的光是什么样的 所以照片这个时候起到的作用 就是让你看到 原来在这个四分之三侧下面 右边的嘴角还会有一点点亮面 你再去稍微的在你的画面里面体现一下 然后包括它的人中 纯珠那块特别明显 然后你就会用线去稍微卡一下 它那块其实就凸起来了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就是什么就是去卡这个阴影线 或者明暗交界线 那条线是比较纯的 后期会有一个专门一个步骤 去学会做这个卡线这件事情 然后这里稍微的再加点高光柔和一下 因为在暗部里面 鼻翼暗部里面其实是非常暗的 就是鼻底说错了 鼻底的暗部它其实是非常暗的 你看不清楚它鼻孔的位置 然后这里稍稍的做了一下 用亮部去把这个形给搞准了 因为刚刚模糊了一下 它就没有那么细了吧 现在只要稍稍体量一下就可以了 体量一下它一样 把整个体积干给弄出来 它就是一个亮暗的结合 然后记得新建 新建图层 因为你也不知道 你的睫毛会化成什么样 然后再开始画睫毛 睫毛是从你最暗的 那个地方长出来的 下睫毛是从眼瞼 那块皮上面长出来的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扒一扒自己的眼睛内部 你都可以知道 底下这层皮上面 原来长的这些东西 画合了以后再去画精致 这是我一直说的话 你不要让人觉得 你的画很奇怪 而且我们是在画一个偏写实 但是又偏那种 艺术一些的人像 画完睫毛以后呢 再把眼周部分 给强调一下 加更重的唇色 就是这个颜色已经接近于口红了 但是可能会再灰一点 在这个附近起到一个 就是让人的视觉 都集中到眼睛那块 也是都是新建图层的 因为我还 我并不确定 而且这样的话涂抹 颜色不会脏 它不会和你的肤色 都涂抹在一起 这也就是一个整体的 叠色软化 然后把下巴嘴巴这一块都给提亮了 然后鼻梁这块也提亮了 这块这时候 射掉 就是处于一个暖的状态 然后把它们融合在了一起 所以这一步还是挺关键的 就是一个大体的调整 就如果我们一直在细化的话 可能会 太投入 以至于忘记你的脸 是需要在一个色调里的 然后于是你就会这样 稍微用大的软刷子 整体过一遍 这样可以看出来 它已经非常的 怎么说呢 整体化了 然后新建图层 开花头发 头发这里教大家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把所有的 整个头的形状 都先给勾勒出来 勾勒完以后呢 里面再描一边圈 就是用力的描一边 然后这样可以下拉填充 把整个头的形状 找出来了以后 你再进行 笔刷稍微放小一些 再进行边缘处理 这也可以发现 就做那种头发 刺出来的感觉 这样子的话 就是你先填满一个颜色 再去找边缘的那些细节 你不需要在里面找细节 你在外面找细节 就可以知道 它头发也是一种 非常蓬松的状态 头发多嘛 就会有这种情况 然后接着 就是 把眉毛也顺便画了 就毛发都是一体的 也是一样的道理 粗的笔刷 铺了色 大概画完以后 细的笔刷 再把边缘这些细毛 给揪出来 接着也是新建了一个涂层 等于说想对嘴唇 进行一些纹理处理 就是加深细节之类的 选一个跟唇缝线 差不多的颜色 可以稍微吸一下色 然后画几条线以后 把它抹开 让它到一个面里面去 嘴唇的处理 就是在自己在处理的这个情况下 是要分主次的 我可能会在眼睛附近 多花一些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其他就不会过多的 过多的精致化 可能会宣冰夺主 然后这里可能鼻子 说会略微奇怪一些 我感觉鼻翼化小了 就后期可以稍微的调一下 拉一下 液化就可以拉 因为你在画这画面的时候 眼睛是不断的在四周 游荡的 加上头发一压下去 整个脸就已经很 整个很立体了 然后耳朵在非常后面的一个地方 千万不要去过度的处理它 这里选择了一个 用头发往下盖的一个 就多盖一些嘛 你就画的少一些 然后加暗提亮 那就可以了 就这两步 然后把它揉合一下就好了 这里就是完全看你照片上面的亮度 暗度是什么样的 直接画就可以了 不用具体去抠那个形状 然后接着对这个鼻 鼻子的这个高光进行一个描边 用个非常细的笔刷 笔刷放小了 描个边 描了边以后 其实跟这个卡线是有一定的道理在的 你去卡那个线 就经常我们其实 柔和的地方 其实是柔和两根线的中间 就那种感觉 包括眼睛 唇 会选一个唇的颜色把你握残 这块比较深的地方 都给勾勒起来 就偏 已经偏了那种 荧光 橙色那种感觉 大家在颜色选择上 要用我刚刚一直强调的方法 右上角 如果你不知道颜色 出来以后 合不合适 那就用那个方法 看一看右上角 两个颜色 它们在一起 看的时候合不合适 合适的话 它涂抹起来 就会在一起 就会融合在一起 如果不合适的话 涂抹起来就会灰 再次强调 然后卡线 像这些阴影的地方 可以看到 我已经卡了很多线了吧 就画布放大以后 其实挺明显的 然后接着眼内 眼睛内部 怼个高光 高光一样的 用附近的深色 把它勾个边 这样单纯就是非常精致 然后把整个高光 也给突出了那种感觉 没描边和描过边的高光 你们可以进行对比一下 它放大以后 整个画面效果就是不同 然后这里稍稍的 处理一下下巴 下 下巴脖子投影什么的 都在一个暗部 这里我下巴也 做了一次卡线 卡线的地方 一般都是五官附近 不用 没事不用卡特别多线 可能画面会太死 就是掌握那个 松紧的节奏 这里选了皮肤纹理笔刷 然后把多余的地方擦掉 也是新建了一个涂层 想要那种雀斑女孩的感觉 然后再选一个超级细的雀斑 刚刚那个雀斑选的是 比肤色暗 这里的这个超细雀斑 选一个比肤色亮的 然后你放大一下 它就会有那种颗粒感 然后把这些多余的地方都给擦掉 让它不要遮住那些阴影 就是这样的 然后再选一些亮片 可以对一些极亮的地方 或者说眼睛周边进行一个处理 然后再把鼻梁的高光 鼻子的高光给强调一下 高光的形状 参照于就是你来源于照片 但会高于照片 然后包括雀斑上面的一些小亮点 这是后期皮肤点缀的一些处理 每一个都描一个边 它就会立体起来 这种时候其实整个色调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稍微做一下这个收尾工作 把下面多余的地方给擦掉 做一个形状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去勾了一圈 有点像那种石膏人像的感觉 接着开始处理头发的高光 它肯定左边收到的光和这一圈的光圈会比较明显 所以就是也是属于高光 也是属于叠加的 你叠加了以后 再去找一个稍微重一点的高光 先轻后重 包括嘴唇也是一样 有一样的道理 去稍稍的把下嘴唇给提亮一点 可以参照参考照片 下嘴唇那块会有一点点高光 然后这已经新建了很多层了 我没有来得及合并它 但是我想做一个背景处理 所以选择手绘 然后稍微的给自己那边高出 多出一个三毫米宽 这样子的宽度 描一个边 描完边以后填充白色 这样子的话 你的人物就会有一个边 描边白色的效果 点击背景颜色之后 你就可以调节自己想要的颜色了 而且留了一个白边 也算是一个突出的效果 具体这些后期细致 怎么处理都看自己大家 自己的想法吧 不一定要一模一样 其实整个过程下来 其实挺简单的 这已经从左往右刷合并起来了 合并以后新建一个图层 我想给他两个这个非常长的耳坠 还是特别想画的 一个在这个图层上面 一个在图层下面 而且本身就是起到一个点缀效果 所以可以自己稍微去玩一下 然后多选以后 可以整体合并一下 签上大名 合并完以后把整个图层组 又滑复制 这是我的自己的一个备份的方法 就是我既会保留图层 又会把它们合并为一个图层 然后把这些多余的地方都给 合并了 合并完以后 会对这个新的 就是会有一个完整这样子的一个头像 去整体的进行 色调调整 这里曲线 我会稍微放快一点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如何轻微的微调 调出一些那种稍稍复古的颜色感 复古颜色感就是你的那个 暗部会 亮部会偏蓝紫那种 然后再稍稍锐化一下 再杂色一下 画面质感就起来了 希望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哦 谢谢大家疯狂暗示 拜拜